4月10号星期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天的大盘 今天指数早盘出现平开 随后指数快速下行 显示有资金在这个位置离场 虽然有权重的护盘 但是权重护盘到达一定程度啊 拉伸的作用非常小 最后权重跟随题材股呈现下跌 另外第二个特点就是今天啊 题材股跌的比较多 今天大部分个股的跌幅都在2%以上 这是一个算术平均法 是一个整个比如说上证指数 就是上证指数当中的所有个股的平均涨跌幅 那么这是一个上证指数 那创业版呢包括深圳城市的跌幅就更大了 因为创业版和深圳城市啊 主要是以题材股为一个代表 那么我们看上方的这个权重 今天跌幅相对来说要少一点 在1%附近但是大部分个股跌的就比较多 所以相对来说啊 现在指数没跌多少 但是大部分个股跌的多 赚钱效应非常差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创业版吧 创业版呢 目前大部分个股的平均跌幅是在3%以上 再看一下深圳城市深圳城市大部分个股平均跌幅都在2.5% 也就是说呃大部分个股今天跌的都比较多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指数在连续 我们看一下这个三日分时图啊 这非常明显 首先我们看上方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2840点是有压力的 指数呢虽然没有碰这个压力 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算术平均法几次尝试触碰这个压力 几次都没有突破 那么最终导致了今天的出现下跌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这种多数的脉冲式上涨会导致很多投资者入场 也就是说昨天和前天很多投资者追高买入 追高之后呢指数直接下降 这部分投资者选择买入呢 那么我们就考虑了 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只考虑到底是谁在买 我们也要考虑是谁在卖 那么投资者踏空的投资者买入之后啊 大概率是一些机构在卖 一些机构呢前面在2660附近啊 包括2700啊 这个2700顶附近也出现了一个抄底 然后到高位的时候啊 又把做了一个高抛啊 所以呢目前啊 属于一个机构在出货啊 短线投资者包括一些踏空的投资者啊 在这个位置最高买入了 那么后期的走势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看一下技术面吧 啊首先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呢 这里基本上呃走出了一个平台整理后的下跌 我们下方主要看一个支撑 就是这个2780点位置啊 很多人关心这个缺口 其实呢缺口相对来说今天已经补掉了 我们刚才这个分时图看的就非常明显啊 三日分时图看的就非常明显 也就是说大部分贵股的平均啊 平均跌幅都比较大 已经到达了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主要就看后面这个权重股会不会补跌 如果说权重股补跌的话 那么指数啊 还有可能具象下 也就是说权重股跌到2780点这个位置 那么很多题材股也会被动的被带下来 最终啊会导致啊 这个题材股跌得更多一点啊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所以呢 后期啊指数要想走好的话 还需要夯实一下基础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一浪走出来了 二浪走出来 那么这是一个二浪后的调整 调整之后看能不能充分一点 能充分一点还能上去 否则的话 他就很容易走出二次探底 所以说下方这个支撑 2720不能破 2720不能破 那么考虑到外围市场呢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外围市场的反弹的幅度也比较大 反弹超过50%了 那么在这个区间的话 他很容易外围市场也出现 撑高回落 外围市场如果回落的话 A股同样也会跟随啊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所以呢 后期市场啊 赚钱效益会相对来说比较差异 只有等到这一部分追高的投资者割肉之后 市场走好的概率才能更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吧 板块方面吧 今天跌幅的都比较多 跌的都比较多 基本上的都出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下跌 包括行业板块当中第一名啊 半导体啊 IT设备啊等等等等 这些啊 基本上都是这种绿的 所以呃 尤其是前面反弹的啊 第一波反弹的科技股啊 出现了调整 后期啊 只有这些 同样的啊 你就是要这个科技股止跌 那么指数啊 才有可能止跌 如果说科技股一路下跌 因为很多科技股 他的业绩预期啊 可能不是特别强啊 因为我们知道四月下半个月啊 一般公布年报的公司啊 他的业绩啊 相对来说又弱一点 要不然他不会拖到后面再公布 对不对啊 所以呢 他下半个月相对来说指数也会弱一点啊 这是一个时间节点 另外呢 马上一季报这个预披露啊 包括披露啊 都后面都会在后面进行啊 相对来说也是的 同样如此 就是业绩稍微差一点的又拖到后面 这个月底披露 对于总体来说啊 这是指数下跌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 以上呢 就是今天大盘 我是盘生的